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歡迎大家好 好奇之心 人皆有之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各個都是好奇心十足的好奇寶寶 就因他們的好奇心的趣旨之下 是成就了意中通的美事 還是倒霉出事呢 好 這樣 歡迎他們主持人 歡迎 介紹第一位 陳天仁 歡迎櫻子 結聲 結聲 歡迎Eason 歡迎鮑魚 很美 歡迎四位好奇寶寶 歡迎 我們從事表演工作的 都要一定要有一定的好奇心 人都要有好奇心啊 你看好奇心讓牛頓發現地心引力 我也因為好奇心發現 我哥的紅包永遠都比我多 因為我沒事都會去翻人家的紅包 在想知道別人收多少錢了 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喔 好不好 大家紅包都領多少 你拿我錢包幹什麼 沒有 我只是好奇 我是好奇 來 我們的第一個環節 都怪我太好奇 結果歪歪出事了 歪歪 太好奇出事了 我呢 就是這個 好來 這很嚴重耶 漂亮 我有一個好姐妹 然後其實我跟她的交情 已經十多年了 很好 很好 然後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就是一個 很了解彼此 然後我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值得我真心相待的 好姐妹 她其實單身算下來也十幾年了 那她就是一直 她條件是很好的吧 還不錯 可是她就一直覺得說好像 有像妳這麼好嗎 她比我好多了 條件很好 然後多單身啊 她單身 因為她一直覺得 沒有讓她心動的男人 你知道這種看感覺就很麻煩 然後好不容易 有一天她跟我說她談戀愛了 太棒了 很棒 我就覺得 然後而且就很好奇嘛 什麼樣的男人 你有辦法就是單身這麼久 然後你中有感覺 天啊 我太好奇了 然後我就說 你拿不給電話 FB來我看一下 然後結果她跟我說 她沒在用FB 我說 社群網站呢 也沒用 我說 我就沒有 真的嗎 真的 我都是粉絲專業 都是公司在經營的 是喔 你沒有讓個私人的 我偶爾看看回答這樣子 所以合理合理 可能啊 那聽到後面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 一般人不太會 就是這年頭很少的 不用社群媒體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太奇怪 我說你男朋友叫什麼 她男朋友叫Sam 然後我說 我是 你也叫Sam 真的假的 我們要繼續聽下去嗎 什麼啦 我們會被大爆料啊 然後我就 冷靜 大家冷靜 謠言止於智者 你不要再講了 可以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叫Sam 那OK好 那就是 她是哪一間學校畢業的 她就跟我講了某個學校 我現在就講了某個學校 我說那她做什麼 她做公務員 我就查她這個畢業的學校 然後Sam 我從那種Google 全部這樣子搜尋 交叉比對 交叉比對 好不容易我找到了某個 就是女生的一個大合照 裡面有二十幾個人 都是那間學校畢業的 然後她沒有帶到這個人 但名字有這個Sam 我想說同一個英文名字 同一個學校 難道是同一個人嗎 八九不離十 然後我這時候又問 我的好姐妹說 妳有沒有偷拍她 任何照片什麼 她說我是有她照片 但是不好看 我就不想給妳看 我說沒關係 我看一眼 看一眼 就是 同一個人 找到了 Bingo 找到了 好不容易 我終於找到這個男的 大老婆 大老婆 她一婚 然後有小孩 會不會剛剛結束了呢 沒結束 因為我是找到 她老婆的FB 然後有 就是妳知道全家人 婚姻關係是進行事 不是過去事 不是 然後就被我逮到了 然後職業軍人 然後已婚有小孩 然後還這麼的甜蜜 我那時候當下 馬上傳這個截圖 然後給我好姐妹 我說妳被騙了 妳看看 就是這個男的多渣 她應該謝謝妳的 是嘛 我們都覺得妳一定會謝謝吧 對不對 沒有 她超生氣 她說 她的粉紅泡泡被妳戳破了 她覺得我不講 我沒有那個好奇心去查 就不會有這一切事發生 然後她說搞不好 搞不好等她發現的時候 他們已經離婚啦 或者是怎麼樣 她覺得一切就是 我破壞她 而且她說 我讓她知道自己是小三 她就要怎麼跟男朋友 繼續下去 一切都是我害的 然後從此就跟我決裂 然後我怎麼傻眼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我就是好奇心 到知道這個 這個事實的真相的時候 妳不講 我不講 妳不講到幹嘛 心裡開心 對啊 我知道妳的祕密 你們兩個感情一定不夠好 我會覺得說 他們 他們 大自然當中他們有 他們 大自然當中 相遇的緣分 然後我不要一個外界的人去干擾 因為我的好奇心去查 妳讓閨蜜自己發現真相 對 我跟你講 你這個個性就是太怕事了 你不可以這樣 你朋友可能就會被你害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故事呢 是 我不知道你們呢 會不會去做這個摩天輪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好奇心 都會看別的車廂在幹嘛 一定會 對不對 那是透明的 你這有時候沒有那麼好看 而且你不覺得 在摩天輪那個很漫長 二十分鐘 超久 很無聊嗎 對 那時候去台場 就一定要去坐摩天輪 那你在台場 那邊不好看嗎 風景還不錯啊 台場應該漂亮吧 但是就是 就是兩個女生自助旅行去 那你就是話也講完 平常就已經可以講了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會一起 在看外面的每一個車廂 他們在幹嘛 突然之間我就看到 我們下面有個車廂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腦記又怎麼了 不是 我就說 你看日本人 這腦記耶 我就覺得一定就是 日本人在腦記 其實也看不清楚 他們長什麼樣子 可是你知道 因為摩天輪會慢慢慢慢移動 你原本是看不到 他長什麼樣子 移動 他變成一個平視 對 有一點 然後突然就腦記 然後我就看 然後那男的鬆開著 我看 他看到你了 台灣人 那不是 SAN嗎 SAN 又是SAN 又是SAN 就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SAN 我應該是老公了 SAN 這個名字 對 靠用一下 借用一下 然後我就 真的很生氣 很生氣 可是我就忍住了 我就像Eason這樣 我就覺得 我不要專程 就是去講這件事情 比如傳訊息或打電話 我覺得他們可能 最近怎麼 而且我跟我的這個同學 他是我的大學同學 已經很久沒聯絡了 我不想要專程去 去就是告知這件事情 然後三個月後 大家就是辦 就是團聚 就是同學 大家相約 然後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這樣子 我就看到他 氣色不是很好 然後而且變瘦了 然後整個就是 老老的 垂垂的 然後我才問他說 你最近還好嗎 你變瘦了耶 然後他才跟我說 我最近不太好 他就跟我說 他們常常吵架 而且他老公 常常去日本出差 大概呢 每個月都要去出差一次 所以在台灣的時間呢 就是每個月 大概只有十天在家裡 其他二十天都是 二十天都在那邊啊 對 然後我只好 我就忍住 我到底要不要講話 我就告訴他 我就把他拉到外面去跟他講 沒想到 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爆哭 他就跟我說 我早就知道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離開他 因為我沒有工作 而且他們兩個有一個小孩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跟他攤牌 把話講清楚 你不可以因為 你沒有辦法自己養小孩 不能自己生活 你就屈就這段關係 你老公 可能 他還是愛你的 你們最好把話講清楚 結果呢 大概過了半年 我再跟他聯絡 從此之後呢 他本來從一個沒有任何 獨立能力的女人 只能靠老公 男老公的錢 他現在呢 十字今日過了七八年 他已經成為台灣金融界的女強人 就講到他的名號 沒有人不知道 好勵志喔 對 他就是因為這樣 你不覺得 如果你今天 我沒有跟他講 他今天可能還是 永遠就是委屈了那一方 然後在家裡顧小孩 然後等老公給他錢嘛 對 聽起來人家不錯 如果是我也要講 一定要講 講到這個 我也有發生類似的事情過 但是我是 你進入別的家庭就對了 沒有 是 還不會 我很乖 我是自己發現自己的感情內的 這種狀況 然後就是因為以前那時候大學 然後就是有一個 算是遠距離男朋友 因為那時候大學學的是剪片 就是修片這樣 所以其實我很常需要用到 他的電腦來做作業 然後他也很大方 他就說 你就不用帶你的電腦來了 你就用我的就好 因為一模一樣的 突然有一天 我就覺得 桌面上好像有一個東西 在發光 怎麼會有一個資料夾在這裡 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我想說 就很想知道 為什麼會有一個 就在那裡 因為他不會把資料夾 留在桌面的人 我就點進去看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一打開 看到什麼 我看到他跟他 前任 前前任 前前任的 在家裡面玩耍的影片 在床上玩耍的影片 對 妖精打架的 對 已經就是會打出聲音的那一種 啪的那一種 對 打出聲音的那一種 打出聲音的那一種 那一種 十八響 對 啪這樣子 對 就叫十三響 十八 十八周 十三響 對 十八周 十三響 對 後來我有拆穿他 我就有跟他說那個 就是這個 放在這邊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沒有 他就說忘記刪這樣子 可是絕對不是忘記刪 因為他那個是已經編輯過的 編輯怎麼編輯 就是他 分類對不對 他有分類 他有分類 他有分衣服不一樣什麼的 就是他們當天的那個主題 不一樣的影片 然後放在不同的區域 真的喔 有角色扮演的 對 可能有 國外度假的 幫忙打掃的 就是 幫忙打掃 永遠的系列之類的 永遠 這我一旦發現我就分手了 不舒服 但是覺得不舒服 然後想說 其實也滿感謝自己 點開來了 就是分手這樣子 我的就還滿慘的 開車賠八萬 撞壞了 沒有 這個 我 就是我朋友呢 他有一天就是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來幫我就是 因為他在上班 他在忙 你幫我來把車子發動一下 我說你為什麼要發動你的車子 他說沒有啦 因為他的老闆的家裡的那個車庫 在整修 所以呢他老闆有幾台收藏的車子 然後就要把那個車子都移出來嘛 其中有一台 就借放在我的那個朋友家 然後是一台 這樣子 然後我一聽到就 整個就興奮啊 我就說好好好 我去你家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因為是古董的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他的 他很多那種操作啊 開關 跟那個 他的一些這個介面 都跟現代的車子很不一樣這樣 然後我就不曉得要怎麼發動他 結果呢 我就等到我的朋友回來這樣子 因為我實在是太好奇 開敞篷車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對於敞篷車 我們看電影都會有很多的 那個幻想啊 想說 戴個雷膨眼鏡 對 戴著雷膨眼鏡 然後你這樣開的時候 風真的會不會把你的帽子吹走 對 然後在裡面的時候 那個那個 聽紅燈的時候 對 聽紅燈的時候 然後旁邊的女生司機 你要飛很遠 對 然後我想說那到底開敞篷 這是什麼感覺 我就不斷地在旁邊 一直那個塞藍我的朋友 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我說 你要在車庫裡面發動 然後你這樣子倒不如 我們就出去路上開一圈 然後因為這樣子 車子有在發動的話 古董車也比較不容易就是 沒電啊 或者是壞掉這樣 然後被說服了 對 他就被說服了說 好吧 那就是繞一繞吧 我就說 剛好我知道金山那邊 有一間咖啡店還不錯 不然我 繞一繞金山 繞一繞金山 太遠了吧 太遠了吧 對 下流 你說繞了金山 南路都閒遠 去繞一圈 到金山南路都閒遠 跟南路還差不多 金山 因為好不容易看到這種 很稀有的車子 我當然是想要市區也開一開 高市公路也開一開 海邊有風景的開一開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到那個金山 想說好 點一杯咖啡喝 然後就喝完咖啡以後 我們就要開回去了 殊不知你知道海邊的天氣 它是說變就變 下雨了 對 我們在買咖啡的時候 那個雨滴就 那一種 然後我想說 趕快啊 那個 因為我們的敞篷是開著嘛 我說 我就找我朋友說 趕快... 我們要去找那個開關 把那個敞篷關起來 可是我們沒有人開過敞篷車 所以不知道那個開... 就是敞篷的開關在哪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那邊 東岸西啊...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那個關敞篷的那個按鍵 或按鈕這樣 然後眼看那個水已經 一直陸陸續續滴到它的那個 然後它的那個 海檔什麼 我說完蛋 這些東西都是很... 就是到時候會很難修的東西 我說沒關係啊 我們就用手 就是用人力 先把那個敞篷往前搬 先擋雨就好 然後它一邊 我一邊 我們一二三 就一搬的時候 我就聽到... 一聲 就整個直接就搬斷了 因為它那個其實是... 就跟閃谷一樣 對 掰彎了 對 沒錯 然後我跟它一人拿著一邊 我們兩個很像在撐那個 就是風箏 然後但是也沒有辦法 我們就兩個就先掛在那個 就是車子的那個 散風玻璃 對 上面這樣子 然後我們全身上下 就淋濕了 淋著雨 為了要保護那台車子 盡可能的不要淋雨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一陣雨過了 那個警車就... 過來了這樣子 然後警察就說 你們兩個 是這台車的車主嗎 我說不是耶 怎麼了 然後他說沒有 因為旁邊咖啡店的那個人 有人報警說 好像有兩個人 準備要偷這台 那個敞篷車 那個也超可疑的 不是要偷車 我們只是 只是找不到那個敞篷的按鍵 我們在這邊把它擋雨什麼的 怎麼會長那麼像茶辣啊 對 然後他們以... 對 然後後來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證明這個 我們雖然不是車主 但是車主借我們車子這樣子 所以我朋友就... 我好心幫他出去熱熱車 所以老闆說 然後我就說 這個說來話場 因為醫生騙我去了 對 說來話場 結果後來 這個沒有辦法嘛 我們最後就是 只好把就是這個維修的費用 自己吃下來這樣子 當然 當然 對啊 很好 講得很委屈 不要講得很委屈 好命運喔 總共八萬塊 一人出了四萬塊 修兩隻桿子 你活該耶 對 就是損友 你就是損友 我只是好心 什麼叫不會 我的好心程度 稍微多了一點這樣子 山上探險 惹禍上身 這又是一個好奇的朋友 很好 來 就是疫情的時候 我去了這個 台東Long Stay一個月 然後就是到處都玩片了 那我的朋友就說 這個女生朋友 她就說她要下來找我 她排了五天的假期 我就跟她說 我們要去都蘭山 因為你知道都蘭山 是一個很酷的地方 早上看到這座山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 延綿... 非常漂亮 尖尖這樣連綿不斷 可是約末中午過後 都蘭山會戴帽子 那個雲層就會下來 她會戴了一層帽子 每天都這樣子 山頂露出來了 對 所以... 雲降到在山腰那邊 山腰的感覺 對 很可愛 很漂亮耶 據說呢 就山頂上面有一個咖啡廳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開著車 又有咖啡廳了 對 往上 咖啡廳都不會有好事怎麼會 一路開開開 我突然間看到 我沒有看過的景色 就是在一個轉角的地方呢 我就看到 現在是遠方看到那個 好大好大白色的煙 然後我們就開始往裡面開 接著呢 看到往那個煙的方向開 就看到呢 煙的下面 有一大群穿著傳統服飾的人 他們就是白色 對 它是一個圓形的廣場 它的壁面呢 全部都做各式各樣的擺設 那那個擺設有食物 有棋子 有各式各樣的裝飾 在那整個廣場裡面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跟你講 這是瘋年祭 我來一個月都沒有參加瘋年祭 然後他就看 他就超興奮 他就大聲讓他說 幫我拍... 然後遠方就有人在講 我們聽不懂的語言 然後跟所有人就是很安靜的 然後就突然這樣 幫我拍... 你看等一下 他們在幹嘛 你看他們衣服好奇怪喔 幫我拍... 我們兩個就走進來 在那邊嬉鬧 然後突然間就有一個 那所有裡面穿得最誇張 白色穿得最誇張 像長老 然後戴了一個很高的帽子 有點像長老的人 就出來用我們 聽不懂的語言呢 跟我們講話 很兇的表情 又很大聲地斥責我們兩個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人就過來 就一直把我們往外面推 往外面推 就叫我們走 就是動作就是走 你走... 然後不以為意 我們就是繼續往上面走 然後找到我們要去的咖啡廳 然後我就下來 回來之後呢 我就跟我們民宿老闆說 我跟你講 那個都然山好難玩喔 就是我們今天去遇到 一群奇怪的人 然後他們還很兇 把我們趕走 然後民宿老闆就說 我跟你講 我就太好奇了 我就註冊了那個網站的會員 他是個男生 頭髮也亂亂的 敷衍性地帶他去 中正經理場走一走啊 事隔了一年多 他在迪士尼公司工作 然後他升上了主管 就問我說有沒有興趣 換我去美國 你好幸運喔 你這樣去中正經理場 他讓人先迪士尼 我們今天去遇到一群奇怪的人 然後他們還很兇把我們趕走 然後民宿老闆就說 我跟你講 你們犯了大忌 因為呢 那個地方是阿美族的發源地 阿美族穿上白色的衣服 表示他們呢 這是在做一個祭祀的動作 可能祭拜祖先 祭拜祖先 你們不能去那個地方 你們要小心 結果你知道當天晚上 我朋友不是要來五天嗎 然後我也是 就是整個人就很昏沉 很不舒服 上度下線 然後隔天帶他去看醫生 找醫生 都沒有辦法好 因為他就是不斷地拉 不斷地拉 只好呢 坐飛機 緊急上去 叫我幫他把車開回去 緊急 回去 你知道回去了之後呢 三天三夜 他都在床上躺 躺在床上不能動 就生了一場很大的病 重點是 他的手機 從來沒有這樣過 直接死檔 就是修理也全部不見 其實你們是不是 在一開始進到那個 看到他們穿著的那一顆 大概就知道 他不是一個 玩樂的地方了 但因為我們看到 人非常的多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很多 那瘋年紀有 瘋年紀的氣氛 因為他們在準備 對 認真準備 對 然後有很多食物 把他跟他那個朋友 那兩個荒謬的 這兩個 這兩個姐妹綁起來 然後準備祭奔 這個 怎麼又說 買保單 沒有 什麼樣的保單呢 我跟你們說 就是因為我呢 就是那時候大概是 剛出社會 其實還算是在讀書 然後呢 那時候就是 比較瘋 算八字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算八字還滿準的 然後就有老師跟我講說 他說天人 他說你可惜喔 他說你 你會賺很多錢 但是你很難存到錢 他說因為你的命盤裡 裡面沒有庫 在想那要怎麼存錢呢 後來有一天 剛好去銀行辦事的時候 剛好有保險推銷員 他說那個陳小姐 你平常有在理財嗎 我說沒有耶 我說其實賺的還算 就是一直有在賺錢 但是永遠就是存不到錢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是喔 那我這邊有一個 儲蓄錢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 結果我就 我就馬上錢下去了 而且屬龍了 那儲蓄錢是六年 四年 美金 儲蓄錢 然後 美金的儲蓄錢 那是月繳還是半年繳 還是年繳 半年繳一次 半年繳 然後一年要繳二十多萬 對啊 一年二十多萬美金嗎 我保的滿高的 我就一年二十多萬美金 不是 二十多萬美金 二十多萬台幣 對 然後 但是呢 那個時候的我其實 算工作量沒有那麼的穩定 可是我要怎麼能夠 在半年的時候繳出 這十幾萬呢 對 後來我就真的是硬著頭皮 因為那時候一千下去喔 我就一千了下去之後 我的工作剛剛好 就是直接減少很多 我就開始擔心 我想說天啊 完蛋了 我沒有錢可以拿來補這個 就是這個褲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打工 不斷的打工 跑去便利商店 然後做網路的 然後就各種就是 能賺到錢 我就盡可能就都 接頭轉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果然就是身體就是搞壞了 我真的是 我後來是 年輕耶 妳那時候不是才剛畢業 對 二十出頭 二十三歲 那四年 因為整整要繳四年 我就後面基本上 我每年都會掛個肌針 掛了大概五次左右 就是可能比如說 太值得了 對 可能就是半夜 然後突然可能驚痛 還是什麼的 或者是腸躁症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壓力太大 妳應該用買醫療險的 對 反正真的是超傻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不行 因為既然已經 就是都繳了 那我就撐下去 雖然有存到錢 沒錯 真的有存到了 你花在那個急診那些 太可怕了 感覺像自己去買 什麼零骨塔還是什麼 之類的 還好後來生了小孩 做好了月子 我身體才變好的 不然真的是 那時候真的好可怕 接下來一個正面的來了 對 我們平衡報導嘛 平衡報導 對 就是因為太好奇 竟然發生了這樣的好事 就是在疫情之前呢 其實那個時候 是大家非常流行自住旅行 然後背包客旅行這樣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網站 叫做沙發衝浪客 我知道 對 假設你到國外去旅行 然後你可以在那個網站上面 去看說你想 你今天想要住誰家的沙發 然後你直接聯絡他 你等於說去借住別人家 交個朋友 然後也可以省了住宿費 但是前提是 你也必須要加入那個 他們的沙發衝浪 對 你也要開放你的沙發 對 你也要開放你的沙發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好 很特別 然後又很好奇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你就會有很多想像空間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 認識心朋友 對 認識心朋友 然後覺得 腦袋太長了吧 然後於是我就太好奇了 我就註冊了那個網站的會員 然後當然我那一陣子還沒有出國嘛 所以我就變成說 我必須先當主人 然後招待從國外來台灣玩的朋友 這樣子 那那一次呢 我就是迎接了那個外國人 一開門的時候 我整個心垮下來了 因為他又不是 他是個男生 頭髮也亂亂的 然後肚子凸凸的 然後你就覺得 整個你就對他很沒興趣 很沒feel 他去你家的沙發是不是 對 他就要來借助我家的沙發 你想對他有什麼興趣 有什麼feel呢 沒有 然後那個老外呢 他就問我說 那台北有什麼好玩的啊 什麼什麼 就很積極的 不斷地問我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 我就敷衍性的帶他去 中正經營廠走一走啊 然後去什麼夜市逛一逛啊 然後就吃個冰什麼的這樣 讓他對這個台北的這個印象 就是感覺好像淡淡的 讓他趕快 對 趕快 提前離開台北就好了 對 我就把他轉介到說 其實台中台南高雄 那個地方更好玩 你可以去找他們那邊的背包 那個沙發組這樣子 然後他就去了這樣 結果後來沒想到 就是這樣子 事隔了一年多 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收到了 那個E-mail 然後那個E-mail 他就是 就是那一個 當時來借助我家沙發的 那個男的 他在迪士尼公司工作 然後他升上了主管 然後他升上主管以後 他們就會有一些員工福利 他的員工福利包括 他可以招待他的朋友 去那個迪士尼裡面園區免費玩 而且他們迪士尼的園區裡面 都會有 就是他們的度假村 然後他就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 換我去美國 然後去找他玩 他來招待這樣子 然後可以住到 住到迪士尼裡面去 而且還是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 就是迪士尼的總部 憑什麼 然後我那個時候玩到我簡直 而且我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在迪士尼裡面玩了大概三天 都玩不玩 玩到我後來是跟他講說 我真的沒有體力的 什麼的這樣 對 好開心喔 然後對 那個時候他就說 因為他到台北來的時候 是我就是招待他 帶他去走一走什麼的 你不要去重生紀念 然後他在那邊去迪士尼 然後再次換他招待我 賴咖 然後所以我就當時我就是 等於說我自己付了機票錢 但是到了美國的迪士尼的 這些所有 他費都是他招待 對 全部都是他招待這樣子 好幸運喔 超級開心的 是阿凡達 對 是阿凡達 對 他有一個館是 整個是阿凡達的場景 然後他有一比一的阿凡達 坐在那邊這樣子 好帥喔 對 太爽了啦 對 這個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度假村 然後他們是 那個是獅子王主題的度假村 所以整個非洲主題喔 非洲主題 然後他的場景路 就可以直接到你的餐桌來旁邊 好棒喔 有可能會直接吃你的那個 你說這些你都 他招待你的 對 他招待的 你們朋友可以加個LINE嗎 可以 我可以介紹你家的沙發給他睡嗎 對 說實在話 好幸運 我真的真的很羨慕 因為我之前也有在沙發衝浪 註冊過 然後我就接到一個 超漂亮的女生 超美 超正 然後 餐廳聚收客人 好奇心驅使 讓結局神反轉 出來 就說 我們不招待 請離開 越是站我越好奇 裡面是什麼 所以我真的很可憐 我是一個女生來到這邊 阿謹修 那個看起來就真的是私處 謝謝啤酒啊什麼什麼 然後老闆娘可能就覺得 還不錯 就端了一個小菜給我 對 請你 我一直這樣 好恐怖 他就很興奮 他又再拿出了其他道小菜 對 然後還有烤魚烤雞 什麼都有 然後我就接待一個超漂亮的女生 超美 超正 然後 請神當地送神啊 我完全請不走他了 就住得太開心了 我認真的招待他 然後都不走 然後從此以後 我就不敢用了 招待得太好了 對 還是有風險的 有風險 我也覺得 妳可不知道妳接待的是誰 對啊 對 這是開玩笑的 我後來呢 就是把希望寄託到 也是旅行 我嫁出去 比較能遇到好人 我覺得我在家等待 那個匆忙盒有點危險 我是去年八月的時候 我去九州自助旅行 我去了三個禮拜 我都在九州這樣 好棒喔 自駕嗎 很多人嗎 我一個 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 自駕自駕 自駕沒有吧 其中兩天自駕 就是有要去的地方自駕 那因為我一個人自駕不划算 所以我多半還是做JR 然後買JR Pass 就很便宜這樣 對 然後我其中有一天 週遊券 對 然後我其中有一天 就是去到五熊 我想要看他的一個 就是他在那個 他是就是 就是有藝術 對 裝置藝術 他在很多地方都有 像東京啊 很多地方 去大阪的 對 很漂亮 然後全部都查好資訊 然後那種 其實轉車很麻煩 他在五熊 然後還要轉JR 轉公車 轉一路過去 有點麻煩 然後他又是在一個那種 有點算半山腰 其實那邊有點偏僻 好 很開心 然後走 走車勞頓 終於抵達了 沒有修查 我有查 他們不知為何 好像那個禮拜 就是有修改營業時間 然後他的官網 不一樣 對 我那時候也很困 我再上去 而且我是很辛苦的抵達以後 我就看到你們 想說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想 那我就是好不容易抓到一個 類似像管理員的人之類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該不會今天沒開吧 他說沒有沒有 就是他們就是 這個禮拜是改成八點才營業 因為他們原本 其實是白天也有營業 但他們現在變成 中間好像有一兩個小時要修管 然後要調整光影之類的 反正簡單說就變成 我那時候抵達的時候是 四點多快 五點 那還有空 好險有開 但我中間三小時我要幹嘛 那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說三小時 天啊 這滿久的 然後我就開始上那個Google Map 開始查這附近有什麼 超偏僻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有營業耶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 應該是餐廳 因為評價那邊用翻譯講的都說 菜很好吃啊 然後就是東西都很棒什麼的 我就很興奮 我想說好 那我就要去 然後靠近的時候 我就看著那個門 沒有任何招牌 沒有電鈴 什麼都沒有 但因為那時候八月有夠熱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我就也只能敲門 我就 妳就一個人啊 對 我就一個人 妳的膽子也太大了 但我覺得我在半餐 要我一個人更危險 我就可能也許室內還安全一點 如果是餐廳的話 你就敲門了 我就敲門 然後一個女的打開門 是服務生 女服務生 年輕的 真的是餐廳喔 那年輕人她看到我 她就這樣說 妳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整個嚇一跳 這個完全跟我預料的 完全不一樣 我要什麼 妳們這裡是餐廳嗎 我可不可以吃點東西這樣 然後她就 就叫我等一下 然後就進去 進去好久 然後後來她就跟著一個 看起來就真的是 媽媽桑的 然後出來 就說 妳不招待 請離開 可是妳知道越是這樣 我越好奇 裡面是什麼 我想說 該不會是有什麼 特殊的東西吧 對 搞不好還有什麼奇妙的服務 就是妳會好奇 一定是什麼 就妳直接拒絕我 我就開始一直 拜託那個服務生 因為老闆娘不會說英文 老闆娘就是一個 有點年紀只會說日文 然後年輕人會說英文 我就一直跟她說 我其實是要去對面的遊樂園 但她沒開 然後我有三個小時 我就很可憐 我是一個女生來到這邊 不然就講... 講超久 老闆娘就 那... 好啦... 那妳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餐 我說沒關係... 一杯啤酒就好 妳讓我有地方坐著 坐三個小時 好 讓我進去 哇 進去 那個 位子小小的 然後老闆娘到 跟她服務生到一個內場 都是女的這樣 然後我就在那邊 謝謝... 然後給我一杯冰涼啤酒 我超感動的 然後在那邊喝得很開心這樣 然後老闆娘可能就這樣 看了一下 妳哪裡來的 我說台灣 台灣來的 然後我就開始 開始在講 我說謝謝啤酒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老闆娘可能就覺得 還不錯 就端了一個小菜給我 這個請 這個給妳吃 還是很冷淡 然後 你知道我就不會日文 但我會一句 好吃 我一直這樣 好吃 好浮誇喔 你 好浮誇喔 好吃 好浮誇 這是女人的天性 對 然後我那個浮誇的表演 完全打動了日本女人 然後她就很興奮 她又再拿出了其他道小菜 然後我每一道都用超浮誇的 只會那一句日文 好吃 好吃 還越來越多 超多 然後我在那邊 就吃得超級開心 超好吃 對 然後還有烤魚烤雞 什麼都有 湯嘛 她真的 我在那邊喝了一杯啤酒 然後三杯燒酌 然後吃了七八道菜 然後她還聽到我台灣來的 然後因為我在那邊喝日本酒 她就跟我說 他們武雄有當地的日本酒 就是很厲害 就是地酒 送我 這一瓶直接送我 好 然後這是我 中間是老闆娘 中間我旁邊的那一個 白頭髮的是老闆娘 然後黑頭髮的 包伯頭 這個是那個內場 然後最旁邊是 會講英文的服務生 老闆娘 所以老闆娘後來笑開了 對 然後老闆娘就是很開心的 在開始跟我聊天 然後酒就是老闆娘送我 所以整場的 等於是包場 就整一個人 到我離開的時候 後來有人越來越多 那是午休時間 他們有說 他們會等於特例讓妳進去 對 他們說我是他們 開店以來第一個外國客人 因為他們覺得 點菜這身有限什麼 不吃什麼什麼 他們不會英文 所以他們其實 想要省麻煩 他們不接待任何外國客人 然後我是他們 第一個外國客人 這個好驚喜喔 妳什麼都吃 對 我就看到一個 快要兩萬塊錢 大概一萬八 在網路上看到的是 看到這個照片 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驚訝到爆 它是真的是大的 對啊 而且妳的行李箱 是可以攤開的 對 重點是你們 有沒有看到那個 它是三萬塊耶 三萬塊耶 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喔 他們不會英文 所以他們其實 想要省麻煩 他們不接待任何外國客人 然後我是他們第一個 外國客人 這個好驚喜喔 妳什麼都吃 對 而且我們每一個 都夠浮誇 對 都會吃 我一定要去搜索 超開心 我也是去日本耶 然後但是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算是太突然 決定要去日本 所以其實我住宿都還沒訂 可是因為它是聖誕節 反正看來看去差不多都是 可能一個晚上都要快要一萬塊 好貴喔 台幣嗎 對 就是台幣一萬 住什麼樣的房子 對啊 妳 對 然後反正我就想說 一萬塊好像看起來也滿爛的 那不如就就貴一點好了 於是乎 我就看到一個 快要兩萬塊錢 大概一萬八 它上面的剪接 就是非常的簡單 剪接就是說 就是我們有提供 就是這樣的房間 然後衛浴設備 然後重點是它上面有寫說 它有就是什麼 山溫暖這種 在網路上看到的是這個照片 然後還有後面 還有一些房間的照片 但是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驚訝到爆 不但它的空間沒有任何縮小 它是真的是大的 對啊 而且妳的行李箱 是可以攤開的耶 對 妳等於是什麼 妳是包洞了嗎 我也不知道 妳看起來 奇怪 妳看起來 這一萬八 好像住到了超過二十坪的房子 重點是你們看到那個小木門 它是三萬萬耶 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喔 它還有附 男生跟女生專屬的包養品 就是洗臉的 然後跟 這個訊息給我們了吧 然後還是專櫃 對 是專櫃的 是那個名牌耶 很專櫃的 重點是它很神奇喔 我們到的時候 沒有半個人接待 然後 它全自住室嗎 也不是 這一個後期心太意外了 就很幸運 因為一般人應該不會去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看起來一樓店面看起來也沒開 裡面黑黑的 然後像一個很像酒吧跟餐廳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人用的 然後就有兩個男生 潮男 很帥 然後就打扮得非常的潮流 他們就兩個人站在 站在櫃檯 然後這樣 就是很兇 很煞氣這樣 然後就看著我們 走進來 然後他就 他就簡單就是想說 又是講英文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Check in OK 他就說 跟著我 然後他就 帶我們上去 然後他幫我們把行李 全部都扛上去 因為他是樓梯 他就是幫我們放進去 然後他就走了 我當時還想說 我其實第一天到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點不安 我想說我會不會 被賣掉之類的 因為他們真的看起來超可怕 因為日本人有刺青 其實算是很少見 對 刺超滿的那一種 刺到這邊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人推薦這個 好奇心挖到寶了 沒有 是我自己找到的 完全 那真的是太妙了 對 我的這個好奇心 就是最後呢 其實是一個 風迴入轉 很迂迴的狀況 對 因為你知道 像我跟我媽 我們都很喜歡去 各大的世貿展 就是只要 世貿有什麼展 我們有興趣 我都會跟我媽結伴參加 這個展呢 是世貿的美容展 然後就逛到一個 奇怪 它根本也沒有任何的 那個大品牌的招牌 它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舞台 然後重點是呢 聽到拿著麥克風 台上那一個 也不是什麼辣妹或什麼showgirl 是一個男的 長得很江湖氣的男的 拿著麥克風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他的人比旁邊那些大品牌 都還要多 就是滿滿的全部都認 所以我跟我媽經過的時候 我想說 這在幹嘛 這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一部 很不吸引人的舞台 為什麼聚集了這麼多人 我們就相當的好奇 於是呢 跟我媽就開始擠... 往裡面擠 往裡面擠 然後今天就聽到她的聲音 原來她是在拍賣 這個一元起標 拍賣各式各樣的 保養品啊 美容器材啊 她在拍賣 那我們在擠到前面當中 就擠的過程當中 突然之間就有一個男的 他就給... 我就在擠嘛 他就給了我一張紙 他就說 這給你啦 這個給你啦 我要走了 我要走 我就不好意思說拿那張紙 他就說真的給你啦 等一下抽獎 我要走了 沒有時間 我要走了 我就拿他那一張 然後當我跟我媽 走到前面的時候 他就開始抽獎 我就聽到他叫 285 就是剛剛那個人給我的那一張 怎麼會這麼巧 見鬼了 就是這麼的幸運 結果呢 原來他在抽那個 價值1980的韓國的小臉繃帶 他標榜就是你一個晚上啊 你的臉就會提起來 然後你下垂的什麼什麼 木耳紋都會不見 於是當天晚上回家 我就立刻把我這個幸運物 纏著我滿臉 然後而且貼得非常非常緊 緊到呢 我其實半夜都一直起來 因為你知道緊到有點無法 那很不舒服 你這樣緊呼咒耶 對 有點無法呼吸的感覺這樣子 結果這還不打緊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把那些膠 就是繃帶全部拆掉 結果呢 我的臉不但有勒痕 就是有很明顯的勒痕 而且那個勒痕上面呢 都是一粒一粒的紅色骨頭 我才知道 怎麼 我怎麼變這樣 然後沒辦法 要去趕通告嘛 我就到了化妝間 化妝師又跟我講說 芳芳你的臉怎麼變這樣 你這個幫你蓋 蓋不住 他就蓋了老半天蓋不住 沒想要變這樣 然後那化妝師又跟我講說 芳芳你不要再亂搞了 你來路不明 你覺得你很幸運 拿到什麼韓國的 什麼小臉繃蛋 你怎麼知道那個 裡面的那個內膠 適不適合你的膚質 對啊 你必須為你的雨水 付出代價 對 我真的太蠢了 你要開始 按摩之前呢 就是放一點 眼霜啊 或者是一點乳液啊 乳霜啊 就是會比較滑順 也比較不容易拉扯 他剛好就貼合住 你的眼中 這邊有一個 我自己發明的口訣 我要分享給你們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來 很好 這話會不會講 奇怪就對自己老公說了 就是往一個方法 來路不明 你覺得你很幸運 拿到什麼韓國的 什麼小臉繃蛋 你怎麼知道那個 裡面的那個內膠 適不適合你的膚質 對啊 你必須為你的雨水 付出代價 對 我真的太蠢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你想要拉提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八點檔女星 她的臉很緊 因為她都 化妝前她都會用一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隔壁 剛才化妝那個主播 她剛才開始上妝前 她也從包包裡 拿出來這個東西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女神 女藝人 她每次來 她都靠在那個 那個鏡子前面 拿出一支東西 開始在拉 開始在拉提 推臉的嗎 她就跟我講說 你要用對東西 你每天用 你的臉 你的嘴邊肉 你的這個雙下巴 就會提起來 你不要亂用那些 來路不明的東西 結果我聽她講 我就立刻衝去買 就是這一個 可以隨身攜帶的 小髮啦 你看 她就這麼小 對 她非常漂亮的流線型 因為她全部全機都是義大利設計 你知道我們義大利設計 什麼車子啊 精品 精品啊 所以就是有那種 很時尚的美感 它不只是呢 長得很像刮沙板的感覺 它還是 所以你會想說 奇怪 它怎麼沒有那個USB孔 對啊 它通電 它怎麼不電的 也沒有插電 它怎麼會有電 各位觀眾 它的電就在這裡 這個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圓圓的這一圈 有 它裡面呢內建了 太陽能的面板 所以呢 它全臉都可以用 我現在要卸妝 馬上直接廢話不多說 用在我臉上給你們看 好 我現在已經卸好妝了 浮礦很好 重帶超好的 謝謝 謝謝 它很厲害的是 我幫大家一一分解 它總共有兩點 三面 每一個點 每一個面 你的臉都用得到 建議大家呢 最好是在這個 你要開始按摩之前呢 就是放一點 對啊 就是眼霜啊 或者是一點乳液啊 乳霜啊 就是會比較滑順 也比較不容易拉扯 也會加速這些 好產品的吸收 接下來呢 就是可以按壓 你眼睛的血點 剛才那個維定優的那個頭 或是上眼皮 就什麼有什麼 魚腰啊 斬竹啊 失竹控的血點 把它按一按 你就會發現 你上班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 眼睛有點猛無 突然間按 你會發現你眼睛變亮了 有這種眼睛變亮 很明目的感覺 這還不打緊 女生呢 常用眼過動 你會發現你的眼紋 越來越多 而且眼睛下垂 越來越明顯 你就可以用它這一個面 這個面呢 你看 它剛好就貼合住 你的眼中 那口訣呢 我這邊有一個 我自己發明的口訣 我要分享給你們 就是呢 千萬不要來回拉扯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來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來 很好 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來 這話會不會講 奇怪就對自己老公說了 不是 往同一個方法 千萬不要來回拉扯 所以眼中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你看 往上再 把它點下 對 你看一下我的眼睛 我剛剛就是這樣子 出去不要再回來 其實我這邊就已經 有沒有感覺 真的耶 有耶 有沒有 你兩眼就有一個差別了 然後呢 有時候蘋果肌也會 漸漸漸漸漸漸 隨著年紀來漸漸 它就往下掉 你就可以用這個面 這個面呢叫做小U 小U 來 你就可以這樣子 也是出去了 就不要再回來 來 嘴角 你看你多貼合 然後再來呢 其實最讓我的苦惱的點 是這裡 就是我覺得 年紀越來越大 會發現這個輪廓線 越來越不明顯 這時候呢 小V又回來了 你看看它 出去了 就往下走 就是把它做一個 淋巴引流的動作 這好舒服喔 很舒服對不對 對 整個很符合人體工學 包括 像我們產後媽媽呢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一塊 都會很塞 有沒有 因為你那時候就哺乳 那個就是很塞 然後你就可以用你的 大U的部分 好痛 這個也是有淋巴的地方 對 然後從上往下 或者是上班族 你們穿了一整天的高跟鞋 腿回家是不是就是很脹 然後很腫腫的感覺 大面積的 對 大面積的往下 把它引流 把那個水把它排掉 很舒服啊 膽筋那邊可以 對 膽筋的話呢 就是往上 往上刮 再給大家看一下我兩邊 有沒有不一樣 右邊的比較提一點 比較提上去 你的右臉啦 比較提一點 而且眼尾也比較往上的感覺 對 眼尾 你做一分鐘 等於你去給人家做了 二十分鐘的SPA 好值得喔 既可以省錢 然後又省時間 自己做就好了 你用它 不會有沒有電的問題 因為它無時無刻 隨時呢 還可以符合地球 永續的一個概念 對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髒了呢 就直接水洗 非常方便 友善地球 感謝妳 推薦得非常好 對 很好 好奇之心 人皆有之 好奇 就是因為好奇心激發了 我們對世界的這個 無窮探索 也推動了人類歷史的 不斷發展 正如愛因斯坦所言 我沒有特別的天賦 只是有一顆 狂熱的好奇心而已 你的頭音會變中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英文突然變好了 整句我都聽得懂 你都聽得懂啊 適度地保持好奇心 對 能夠啟發我們的思維 豐富生活 但是如同水能在周一能覆周一 對呀 過度的好奇心 如果沒有謹慎的頻段 它的後果 很可能就會有 害人害己 讓自己悔不當初的現象發生 的確 大家要開拓自己的好奇心 好 有正向的發展 是 女王大人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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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一人 謝謝翔哥 謝謝 謝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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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